好,這專案叫開放三餘好朋友 它就是每月一次的開放三餘好朋友的聚會聊天和吃飯 為什麼會想挖這個坑呢? 哦,不要只好 因為我剛在臥槽,我在一個公司工作叫臥槽 然後我們剛做完一個很大的專案叫做議題實驗室 然後呢,我們整理了很多資料 然後我們開了一些API的Doc在這邊 然後我們畫了很多圖表 那整個專案其實都是靠三個工程師六個月以來的各種小區 就是做出來的 那當然還有issue tracking的幫忙 那可是我們發現就是我們幾個工程師 三個工程師能夠做的真的很少 然後我們只能做跟立法院的官的資料 那可是覺得說不只是立法院 還有很多其他地方也需要開放 就是覺得說好像需要一個 可能可以有一個地方讓大家來聚一聚聊聊說 自己覺得說在哪個地方 譬如說自己的縣市啊 那覺得說我們也想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可能不知道怎麼做 那我們自己會有一些資料整理開發 還有政治觀察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然後就覺得說需要有一個另外一個像小松的地方 其實就是想要開小松 比較小的松 那如果小松的話就可以讓想要挖坑的人可以挖坑 然後想跳坑的人可以跳坑這樣子 好那誰可以參加呢 當然是任何人都可以參加跟大松一樣 那不過我們更鼓勵說 現在已經有在從事各項的開放參與的工作 或是自己有在從事一些專案的人來參加 所以震撼田可能想要挖坑 想要被推坑的人都很歡迎 然後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主題 開放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剛好因為這周是這個開放立法周 所以就覺得開放國會應該是其中一個主題這樣子 那當然其他更模糊的跟開放文化有關的討論也很歡迎 那我們其實有第0次的聚會是在今年的1月3號 那時候有蠻多聚靈畢的朋友來參加的 那時候是我自己去邀請的 然後就等於是一個大家認識的聚會這樣 不過呢 第一次聚會有可能就是會在一年後的1月6號 那對然後地點的話就是呢 我跟一些藝術家的朋友 有在那個長安東路和女生北路腳踏口附近有一個 我們大家合住的空間叫做群島 然後這個以前呢是一個很髒亂很不舒服的地方 那我們最近就搬家了 搬到一個大家已經整理好就是很乾淨舒服了 樓下還有好吃甜點咖啡廳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很歡迎大家來參加 然後我們其實有在用meetup 可是呢 然後呢因為我上今年大概6月的時候就忘了取消 所以他又我又付了一次錢 所以就會到明年的1月之類的 可是我不是很確定meetup到底好不好用 因為我覺得他的見面好像有點 就是有點好像 就是有點不靠譜 那可是我不太想用facebook 所以就是覺得有點卡住了 那總之就是有一個這個group 然後大家可以來加入這樣 或是說就直接來找我做 就說我們在哪個縣市有想要做這樣的東西 那 那順道一提就是這一次那個 因為這次要幫忙做那個大宋的圖 所以就去稍微就是請教一下沃草的同事 還有各式各樣的好朋友 就是到底有哪些組織在做那個開放國會 或開放議會的東西 然後其實找到有蠻多 可是我同事就說就是蠻多縣市有在做 可是其實因為都很少人 所以就好像很難看到什麼實際的成效 所以就覺得這樣的小說好像是有不錯的機會 等一下要大家聊聊看 然後那個API到 這個API有一些是公開的 他有時間對不對 API是公開 然後到處有一些是公開的 等一下那個Johnny那個送T-shirt那個好像也可以用 對我們想討論一下 謝謝 下一個小拍 謝謝